现在给我舅妈、舅舅打电话拜年 今天是正月车衣 因为我现在在湖北广水 不串门、不拜年 通过电话、微信拜年 现在爱着打电话吧 2990 我给你打点板个念 新年快乐 好好好 好,打点板个念 今天大年初一 下午一家人坐在家里 看了一天的电视 我准备去做晚饭吃了 现在我们都在吃晚饭了 脸偶是不是有点咸呢 脸偶是不是有点咸 不咸 今天大年初一 在家里待了一天 哪里都没有气 本来今天初一 准备给我老婆回农村乡下拜年的 今天早上凌晨五六点钟的时候 我们小区的保安就提着一个高音喇叭 在小区里面喊 不拜年 不串门 都在自己家里待着 然后不断在小区里面宣传 所以说今天哪里没有气 就在家里那个 前段时间昨天 我们看到一个微信群里面 转化的说我们湖北广水小县城 也已经封城了 就在昨天晚上凌晨五点的时候 我们广水火车站就只能进就不能出 像我这个小宝宝 从来都不敢抱他出门 然后我老婆一天到晚在家里照看着 也不喜欢让我老婆带他出去 然后有时候偶尔我出去买个菜 或者买点东西 我会戴口罩赶紧回来 回来之后就勤洗手 然后全身消斗之类的 支持微信电话拜年 就叫他不要去了 改变一下丰收习惯 因为今年是特殊情况 打个电话拜个年就好了 所以早上的时候 我就给我舅舅 舅妈 还有我的一些亲戚脑表 我就姑妈全部打电话 都拜了一道年 这样就可以了 等到来年的开春 病情有了好转 我们又可以相聚 又可以去走动 又可以去拜年 我们也不在乎这一时 好了我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吧 好 好 好